好 来关心这一届秀林乡民代表参选人白敬文 以一票之差赢过了赖俊杰而当选 那么赖俊杰提出了选举诉讼 或令地方法院重新检验有争议的9票 结果两兆之实际得票数均为379票 因此判决白敬文当选无效 白敬文不服上诉后二审维持一审同票判决 而秀林乡公所办理抽签 由白敬文当选整起的案件在未诉讼前 白敬文已经选择就职 白敬文与赖俊杰进了111年11月26日 举行花令县第22届乡镇市民代表选举秀林乡 第一选区乡名代表候选人 该选区开票结果白敬文得票数349票 赖俊杰得票数为378票 两人差1票 白敬文提出重新验票 经花令地方法院会同两兆会刊系统选取票之后 原告实际得票数为379票 因此珠商街选办法第67条第一项规定 因你抽签决定之 抽中了吴当选 白敬文则是抽到当选 同时也表达自己心声 昨天真的是很开心的一天 昨天抽签 这个好运刚好降临在我身上 也顺利的顺利的再次当选 在这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以鼓励 未来秀林乡需要大家共同一起来努力 我这里还是秉持自己的初衷 继续为乡民服务 经过东四东山 以及后续台风 对我们秀林乡 尤其是富士村很多的灾害 各部落都受到很多的灾害 在这里我们代表会 我这里我们也会尽力的 赶快去完成复旧的工作 尽量向中央整齐经费 尤其是我们代表会 还有我们乡公所 大家齐心努力赶快完成 把那个在后复健的工作 赶快告一个段落 回到属于原来我们自己部落的生活 白敬文表示 官司注送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不过他还是秉持着 卫民服务的精神为大家服务 这次抽签当选了 也感谢知识者的关心和陪伴 他会继续录入为主人争取权益 为大家服务 记得终于休想报道